李宗盛 郭文貴 郭文貴 大家好 眨眼MyRadio已經是十周年 今年我們也有很多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請大家留意我們的網頁通告 所謂風雨生信心 過去十年風風雨雨 跌跌撞撞 但到了今時今日 MyRadio仍然凹凹不倒 大家對MyRadio的最實際的支持 就是通過月費支持計劃 為我們所有節目支持人打起 記得交月費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反常世怕,合縱為息 好,大家好,合縱為息 今晚就不是我和阿輝 換了一個人 這位嘉賓之前也上過來兩次 是不是有兩次 一年前 一年前 我記得總共兩次 兩次 就叫Douglas 上兩次 就來講關於什麼 我記得一次是講關於 同軍 制服團體 有一次是說 做一次是放榜 好像 然後有一次就是講 加拿大軍隊 是放榜 放榜 放榜 即是說你如何穿胎 去interview 然後又收了你的 然後又說粗口 那些 還記得說粗口 這些當然要記得 可能都有用 現在的時間都差不多 考完DSE 這樣就差不多一年 對,這樣就差不多一年 現在可能開始 那些DSE 應該沒有那麼快interview 會遲一點 差不多 有些都in 有些都in 都不奇怪 有些會很早in 有些很遲in 都考完 我不知道 從你的個個案 可以得出什麼結論 是有什麼啟示 沒有啊 不要學 拖一下去interview 然後講粗口 但是都收了 不要學 不要學 你還說什麼 那時候interview 是去poly的 Poly 有個section 就是說你最近看了什麼書 然後你說在亂吹 對,我吹 你吹了什麼 我可能吹 一般大學的面試 通常會叫你做自我介紹 那時候他面試官說 不要做自解了 你們都準備完了 不如說 就說說你最近看了什麼書 自我介紹 大家都是拿了一張紙 都不能拿字 都不能拿字 但是背了 每兩分鐘 my name is 什麼什麼 I study 什麼 secondary school 他問問你最近看什麼書 剛剛考完試 哪有空看書 其實老實說 那時候 考完試 為什麼沒有空 最有空 考完試 通常想找工作 不會看書 你問到 就吹了一本 然後 面試官聽完 又沒有什麼 但不知為什麼 最後收了我 當有這本書存在 你不是真的有看過那本書 那本書是否真的存在 那本是假的 那本是什麼書 你叫什麼 一定記得 吹自己那些有關的東西 那本書名叫什麼 書名 我忘記書名 不過我吹的內容 真的有這本書的 沒有沒有 沒有 我作了一個書名 那時候隨便 說了一個名字 沒有記錯 是說關於音樂的東西 因為我其實是玩樂器 我本身 吹了一本這樣的書 就說最近看這些書關於音樂史 是不是蘇格蘭 蘇格蘭風笛 蘇格蘭風笛的音樂史 是嗎 這樣吹了就去 但是其他人是很厲害的 我記得你說 很厲害 就是他們看很多書 那些什麼經典 大師作品 是嗎 一來到就說得出的 那些學生 那時候是一群人 十個 十個 就逐個在講自己看什麼書 是啊 那結果呢 結果 好像 那十個學生 最後收了一個 就是收了另一個 另外九個都是沒有收 但是另外九個是 真的有看書 是說得出的 起碼他們說的那些書名 我聽過 有些是著作 那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我想面試的人會知道 面試的人會知道 我想面試的人會知道 因為那個人後來也有教我 說回這件事 他說知道啊 擺明作的 其實 講起這件事 怎麼說呢 最近學術界 都一直發生很多事情 有些很特別的新聞 譬如說 譬如說 無論是學生也好 在教書 教師也好 都有不同的新聞 譬如說 前幾天在澳洲的Monage 有些中國的學生 就去參選這個學生會 大學的學生會 後來被監察選舉的主任 就說收到舉報 就說去賄賂別人 賄選 怎麼賄選呢 就說在WeChat那裡 即是他們經常用的微信 是中國版的Line 應該是 應該是中國版的Line 類似於這些 他們會在裡面 會有一些叫紅包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錢來的 即是有些價值 可能你用那個紅包 我不知道是否用過 用那個紅包 能夠換一些貼紙 貼紙 貼紙 那類的東西 聽人說是真的換到錢 即是換到錢 可能在支付寶 即是在支付寶 即是雙通 全部東西 是真的錢來的 在微信的群組裡 一方面去宣傳自己的理念 政綱等等 一方面去派這些紅包 派得不多 那個價值是不多的 通常不多 好像是十元一個紅包 即是我們的意思是 派了幾次 應該是五十個左右 加起來是五百元人民幣 大概是這樣 後來就給了一些對手 或者不知道什麼人 都可以在群組裡 因為有幾百人 舉報他 說他會去賄算 最後他被人取消了資格 然後他一開始就覺得 好像要丟架 把這個中國人的面子 後來他想想想 不是 我們可能是 被人小提大做 然後他就說 結論 就不是我賄選 只不過是我在政治上 不小心 被這個對手捉到一個痛腳 然後放大了來做 然後就敗選 所以錯不在亡 如果你真的說有錯 最多都是文化的差異 這些小小的錢 絕對不能夠作為一個賄賂 後來這件事就報到很大 除了在學校裏面 學生報報之外 就報到回來香港 傳到中國 基本上就是 很多人都 可能在學術界裏面 都會有 不多不少都接觸到這件事 可能你沒有 你很忙 這個八卦新聞 但我覺得 都不是八卦新聞 都很重要 因為這些事經常發生 曾經在香港都發生過 香港大學就是 上年在香港大學的 這個校委會 校委會研究生代表 這個研究生叫朱課 他就是這樣 在微信那裏發紅包 總共是發了大概 80元人民幣那樣 當然有人不滿 就去投訴 結果是怎樣 在我們香港眼中 在我自己眼中 起碼 這個擺明是賄選 你給錢人 你給個紅包 即是禮事 我給一封禮事來 你投我一票 很簡單的邏輯 擺明是賄選 你收受利益 我就是給錢你 買你的一票 投票給我 這個是賄選 即使你不是即時給錢去 可能說 你投完票給我 我時候再給一封禮事 一個這樣的承諾 其實都是賄選 即使不是 你送了什麼電飯煲 送一些iPhone 我們全部都是賄選 那時候在城大 聽聽神區這樣說 他選這個 我不知道他選什麼 他選了很多東西 好像是選研究生 那些研究生會 也是被中國生壟斷 霸佔了 他就用那些研究生會費 就好像是每個人 一年收三百元 收收起來 就拿去 所謂的開會 當然有人吃薄薄 開會 以開會的名義 就是開啟 用了很多公帑 吃喝玩樂去玩 基本上融在自己身上 很多學生組織都是這樣 學生組織 理工都聽 因為我不八卦 我讀書又不上莊 其實我讀書 就是讀書 很溫暖 但也聽聞過 有些學生組織 他們收了會費 是那班學生 他圍內自己用的 那些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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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去不了 或者不知道 有些會員搞的 即是維維維 就是自己 那些莊園 所謂的莊園 就是維維維 自己去維維去玩 那神區 那時候挑戰他 拿去選 贏了 不是贏了 很大機會 他們後來 我不知道 他有很多次 有一次被取消資格 被DQ 說他在網上說髒話 然後又DQ 然後他DQ 另外一次選 他就不斷送電飯煲 iPhone iPhone iPad 那時候 那些中國學生 就是這樣不斷送 有冤無路數 他不監選 那些人 都是他自己的人 上一屆的學生會 不是 上一屆的研究生會 上一屆的人 監察今屆的選舉 他們的人 全部都去玩 今次 講回這個 港大校委會 的賄選事件 調查結果 就是說 80元 這個銀牙就太小了 所以不能夠算為一個賄賂 這個就是結果 這個發生在香港大學 那很多的香港大學學生 當然是非常反感動 反對這個說法 這個是原則的問題 不是多少 10元對你來說 可能很少 但對我來說可能很多 那原則 原理就是說 我現在給你錢 買你的票 這個原則上已經是違反了 除非 你的條例上面 就說 100元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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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癒贈 就不當是一個賄選 你這樣寫明 我沒有話可說 但他沒有 他原則就是說 如果任何人 你在 這個 投票前後 收受利益的話 就為了投票給你 那就是賄選 這些荒謬的事情 就發生在香港 這些事情 經常都發生在 中國學生身上 香港也有 這次去到澳洲大學 澳洲大學 發生完之後 別人說你賄選 DQ了你 取消資格 合情合理 但事後你就說 其實 就是 我是不小心 被人捉到我捅腳 我沒有錯 另外 有些人就會幫他辯護 這個是文化差異 你知道 有大外佐家 文化差異 大家要包容 包容 覺得很冤禮 都是他們 事後 某些媒體就去訪問不同的學生 有什麼看法 譬如訪問一個本地的澳洲學生 你怎麼看 他就說 難以置信 他說驚訝 想不到你選一個學生會 都要去賄賂買票 用不用 心想 然後再問了一個香港學生 香港學生 跟我們看法非常相同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可能受的教育 或者灌輸的價值觀 就是 無論你收一毛錢也好 都是一個賄賂 所以香港的女學生就是 我不管你收多少錢 你現在這樣出錢去買票 你就不對 即使你給一毛錢也好 你也是賄算 這是對的 然後再訪問一些 譬如中東或印度那些 這些小台大做 買得這麼少錢 在我們國家這些是收到稅 而且你太過武斷了 起碼都要六七八個人 一起討論一下 才能夠取消資格 在我們國家都要六七八個人 去討論 才能夠說 是否會賄賂 問回中學生 他之前就說 請小台大做 你這麼少錢 要算賄賂 就很一面倒 就是 譬如西方國家的學生 或者香港的學生 就覺得 這個是賄選 要不需要 而對於中國學生來說 基本上全部都是說 有沒有搞錯 你拜明針對 是不是 這些被自己人搞死了 給自己中國參選的學生 內部政治鬥爭 KO了 真的不值 政治的敏感度不夠 許基倫就是這樣 這些經常發生 現在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 這些中國的學生 去到世界各地的學校 去讀書 然後 然後 我覺得是有一種侵佔 因為 譬如今次澳洲選學生會的事件 他的政綱 他就不斷 他都說自己 是著重一個 國際學生的話語權 或者是 當地是要迎合多一些 國際學生 但他所說的國際學生 其實就是中國學生 譬如他很支持 爭取一個 中式的午餐 一定要 這個大學要提供一個中式的午餐 是給這些所謂的國際學生 或者給他們 要為這些中國的學生 爭取那麼多的權利 那麼世界各地都是這樣 理工也是這樣 其實香港就是這樣 剛才我講過成大 你講過理工 理工是怎樣 理工 因為最近 Dain of Student 大學有個部門會處理學生事務 不知道這個中文叫什麼名字 SAO 是不是那些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類似這樣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 334 其實理工學生的宿舍 不是很舊的 其實我四年就沒有住 但是其實教師會就講明 對於本地學生 他四年要 起碼有一年 對 以前舊制理 你的年代他三年一宿 現在四年一宿 這樣 當時理工收醫大陸學生 就說 我會保證你頭三年的住宿 那麼第四年呢 會盡量保證 這個說法就是這樣 那麼 通常呢 那麼多年做法呢 就是理工一定會保證到這些 那些國際學生第四年的住宿 那他們不用出去找 但是今年就 突然間 發出一些電郵 通知那些內地學生說 沒有辦法 確保到你第四年的住宿 你要出去自己租 結果那些大陸學生就開始 又收集編名 又收集編名 然後貼大字報在文書場 因為有一天我在經過那裡 進去看一看 就看到大字報 就說什麼宿舍問題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又回到理工 我真的經過紅磡 在等著人 就進去看看 對 那他們就貼封信 很多簽名 那封信就說到 理工是要確保 那時候答應了一些國際學生 會有宿舍 但是 他們收集這些簽名 是為了他們的大陸學生 不過那封信我 我一眼看到 算是有點誠意 他打完 是用回正體字的 對 我記得是用正體字的 對 但是那篇糟的英文 就 錯了百出 那些 就不要提了 要找人證明 對 但是 很多這些事情發生 去到英國也是 英國的大學 那些大陸學生 會 一起去 搞很多活動 他搞的那些活動 有時候比其他 即是你說中國學生 對 中國留學生去到當地 就要搞很多活動 對 那是怎樣 很誇張 浮誇 規模 其實我覺得是幾影響 當地那些學生的文化 不過很多時候 他們人多 譬如 剛才我講過一件事 澳洲賄選那裏 他說那裏的商學院科目 全部 九成的學生 都是中國學生 你想想 那裏 譬如你開科 那裏的BBA Marketing 九成 或者有些是九成五 都是中國學生 幾恐怖 很多的學生 是去到 應該 應該是Postgrad那些 不是 是Undergrad Postgrad 古之前多 Undergrad 都很多 他就是Undergrad 在澳洲 九成 雙科 九成的學生 都是中國學生 澳洲的Postgrad 很難保 澳洲比較特別 澳洲讀書 他們可以退稅 很多人會 做了一下 去讀Master 香港也可以 香港讀書 不可以退稅 有些 可能有些科目 我知道有些專業 可能是 可能他不是退稅 還是什麼 或者是本身 是有些資助 某些好像是可以的 例如醫護那些 好像是可以的 Postgrad 政府還在資助 但不是說到退稅 在澳洲是你讀的話 他可以 即是你進收我 你交了那些學費 可以當成交稅 就像香港 你捐了一些資金機構 你都可以免稅 免稅 澳洲是有這些 所以 都差很多Postgrad 他們那邊 你這樣說應該是Undergrad 那你說英國那裏 你說很大規模 不是 我很多人會覺得 是影響了當地的學生 不過很多時候 其實在歐洲 他們會正正抱了一個包容的心態 不出聲 你剛才說澳洲的例子 其實 不過你說到那裏 就是九成學生 其實如果你再給他們 那些local student 他們很多時候會 其實 他沒有什麼反應 他可以怎樣 就是覺得我可以怎樣 就是你來讀書 又收了你 香港也是的 抗諸那班學生 我不能夠去打壓言論自由 香港那班 小夏董的諸科 學生代表 那件事完了 說八十多元 不扣成賄選 這筆帳 我當然覺得 哇 神經病 但是 港大學生 都覺得 神經病 之後 沒有了 沒有然後 完了 可以怎樣 其實 都做不到 另外 有些人覺得 要包容 這樣 這些最惡 這些最惡 沒辦法 他真的收了 他們是有他的自由 做他的事 他即使搞到 他幾千人 但代不代表 代不代表 我們是認同別人 我們是要認同別人 做事有他的自由 但可不可以 但不等於我們可以被人 去破壞了我們的 原有的原則規矩 也是 但這件事很難拿捏 就是他們拿捏不到 其實你講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對著新移民的東西 這個西歐國家對著新移民的東西 就是他進來 他有他的自由 他繼續信他的阿拉 說他的阿拉伯文 或者是套他的罩袍也好 這些是他的自由 歐洲很多時候會 啞印 啞印 其實很多人心裡是不喜歡的 但他不能說 你政治不正確 你講出來會被人批鬥 很害怕的 譬如在瑞典那個個案 就是說 有一個美國的人 去了瑞典做一個 類似拍幾個片 去訪問的人 接受訪問的人 他們是很反對新移民 但他們不能說 他們不可以說 他們全部要遮掩 或者用背面打格 把你的背面打格 然後再變成聲 他說 因為你一知道了 你還會被當地媒體 大肆去報導 批鬥你 上門找你 然後你會沒有你份工 然後整個社群 所有你的鄰居都會歧視你 然後你就會 你不能夠在那裡做一個人 其實很多國家 因為我有跟當地的學者聯絡 因為我手上有些工作 會跟那些人研究 他們很多時候會反映 其實搞conference 這個我想說的 你先說吧 他很多時候會說搞conference 因為我問他 你最近咬什麼 他說 沒有啊 煩緊要找一些女的演講者 其實你不是說精語安嗎 其實就是 不是 我就是想說精語安 不過你先說說 他 他 他 很奇怪 因為我們 我玩風帝那裡 每兩年會有個音樂conference 我自己都 其實我自己都試過遇過一次 我那天 剛好去到英國 提問 問個問題 譬如 因為 其實在英國殖民時代 巴基斯坦那些地方 當時我用了一個 種族歧視的字眼 有一個好種族歧視的字眼 去形容巴基斯坦人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個字 你通常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我們玩這件樂器 在巴基斯坦製造的 風帝叫做巴基斯坦 我用了這個字眼 結果 糟糕了 我被批鬥 批到上網 即是類似是 在香港他們的阿叉 類似是 對 在香港就是類似阿叉 其實 我通常在網上 留留言 買東西 買買音樂器 看到巴基斯坦來的樂器 巴基斯坦來的 蘇甲風帝 以前英國管治的 英屬印度 是有這樣的東西 那些樂器比較參差 我們會用這些詞來形容 我剛剛玩樂器 早十年都沒有問題 大家都照樣說 對 但這兩年我去到參加這些庭訪 會覺得有問題 你那時候不知道嗎 你那時候 還是你不小心 留口說了 因為說了那麼多年都沒有問題 說了那麼多年都沒有問題 但現在就要很政治正確 現在說這些東西會有問題 我發覺 其實 你會不會馬上被人遇到 還是被人遇到 不是被人遇到的 是時候被人遇到 你不能這樣說話 政治正確 你是男女的精血安 你都見過那個帖 有啊 你剛才說的 是否說你的學者 教訓室找個女講者 這些 這些 這些常常有的 其實 因為我那個 Research topic 就是我的Research interest那邊 是搞些人類學 啊 全球化的那些 稍後可以說一下 我第一位Research的 Proposal 的經歷 不過你可以說了 正如案 正如案 我們可以留下一次再說 就 不過可以在這節完之前 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 那又免得打斷 就是 也是昨天的 網上流出一段片 就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 就有一班學生的畢業禮 那中國學生 對 發表演說那個 就是一個 應該是成績有異 所以他被人選了 就作為一個代表去發言 就是一個中國的女學生 那他那段 的發言呢 他的主旨就是Fresh Air 就是一個新鮮的空氣 他說呢 他一落到飛機 他說那時候戴著口罩 一去到美國 他說 為什麼空氣這麼清新 這麼乾淨 他又脫下口罩 他說 十兩口 原來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在北京 是要戴著口罩出街 然後他們就開始說 這個美國 就是一個 什麼言論自由 民主自由 就說得很美好 就像新鮮的空氣 就呼籲大家要珍惜 一口新鮮的空氣 那說完這段話之後呢 就開始 就傳回中國了 接著就上了環球事故 被人批評 就說你浴華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 topic 其實可以說的 因為澳洲那裏 又是那些事題 浴華 這個是很大的 topic 可以說 那這件事是說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很多的中國學生 去到不同的地方 入侵 甚至是滲透 其實有很多 是一些情報人員 或者是一些間諜 派到那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次 其實就是 在在場畢業例的某些中國學生 將這件事去補回去 然後就補上環球時報 是他們這樣提供回去 所以香港也有這樣的情況 譬如我上庭 有幾個去旁聽的 幾個人 擺明是中國人 我走過去鬥他們 然後不懂得說廣東話 他們就說 我們來香港是讀法的 是類似的 就是用這些方法去滲透 我們休息一會 下次回來就講這個精語案